生完时,你准备了多少钱?15年的时候准备买房子,当时有50万,但是刚刚去砍房,发现怀孕了,然后就不买了,老公说到我生完孩子再买,就怕我生孩子的时候有意外。 如果买了房子,我生孩子出意外了,就没有救我,房子和我比起来,我比房子重要,然后15年生孩子,16年买的房子,怀孕5个月,前期保胎家产钱,花了将近10000了,没有上班,睡宝宝消不了,家里收入全靠老公一个人。 刚刚全款买房,还有20万签款,10万车贷,老公每日早出晚归,很是心疼,公婆什么也不管,有时还找我们要生活费,为了不让老公分心,我回娘家养胎了,像是快点生完孩子,让娘家带着,赶紧上班去,给老公分担一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